好 好 重春霖家第二天 消防隊員在宿密達山屋 接觸到扭傷腳的香港登山客 先幫他用繃帶固定扭傷的左腳 幸好除了腳扭傷 無法行動 34歲的香港登山客 沒有其他傷勢 生命機箱穩定 但還是無法移動 最後消防隊決定 申請空勤總隊直升機來支援 黑音直升機在10月1號 早上11點半抵達宿密達山屋 由特艙員實施吊掛作業 8分鐘後就成功吊掛傷者 飛回台中清泉岡機場 中午12點就降落 將香港登山客送醫 不過這場救援任務 經歷了整整三天中秋連假 一開始香港登山客 是在9月28號 獨自前往雪霸登山 腳扭傷後受困在山屋 消防局貨爆隔天一早就組隊前往 9月30號才接觸到傷者 10月1號完成吊掛救援 一連橫跨三天的任務 而辛苦攀爬到山屋的地面搜救人員 在完成吊掛後也原路進行下撤 雪霸國家公園中秋連假 通報需要救援的案件就有兩件 除了港籍登山客 還有一起霸擊交換生跌倒撞傷的案件 TVBS的陳舒賢的微信 台中苗栗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